春秋第一猛将南宫万 也叫南宫长万 宋国大将 手持画龙晴天吉 也是一个大孝子 曾依旗盘砸死国君 一巴掌呼死大将求木 后来一手拿起一手推驻小车 带驻老母亲一天跑了四百里跑到陈国避难 结果被陈国设计灌醉剁成肉酱 可悲可叹 那身功夫也成了饺子线 春秋第一神剑手养游鸡 号称养一剑 原来是养国人 后来被楚国俘虏成为楚国大将 楚庄王十七斗月娇叛乱 养游鸡和斗士主帅斗月娇战前比剑法 养游鸡让斗月娇先射翻剑 结果全被养游鸡躲过 这速度太敏捷了 轮到养游鸡 养游鸡一剑射死都越消 秦肥先行王发挥的淋漓尽致 有关他的传说最有名的就是白猿 有一只白猿擅长接剑 无论对方射的剑就像下雨一样 白猿都能接住 养游鸡亲自出马 白猿看到养游鸡之后 竟然大哭起来 白猿知道今日必死 莫迪 战国初期莫家学派创始人 曾经和鲁班较劲 鲁班发明工程用的云梯 他都想办法破解 但是这么一位慈祥的老人 却是历史上第一个黑社会的创始人 无数组织黑社会 人不可貌相 至于专注 遇让之类的 他们属于刺客 主要职业是刺客 虽然武功很高 但是不是专业 西楚大王项宇 这位猛人不必多说 地球人都知道 力能扛顶 百人斩之一 与之神勇 千古无二就是最好的评价 近代军法狗肉将军张宗昌 曾经写了一首让人捧腹大笑的打游诗 称赞他听说像雨立跋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配线 虽然搞笑 但是确实是史实 可惜像雨刚愎自用 妇人之人 几次措施良机 赶走亚父范增 功败垂成 上演了一出千古悲剧霸王别姬 龙且 像雨同乡 是像雨手下第一猛将 武力只仅次于像雨 立下赫赫战功 最后被视为最大障碍 再为水被韩信设计 水淹龙且大军 龙且被汉将冠鹰斩杀 至于像雨手下的鹰部之类的 和龙且比还有点差距 像庄 这位都知道 像庄武建议在佩宫这成羽人尽皆知 像庄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叔伯弟弟 也就是说都是一个爷爷的孙子 他们的爷爷就是楚国大将相彦 像庄剑法很牛 号称楚国第一剑客 放到现代 奥运会击剑绝对冠军 可惜最后也在乌江边上告别了人世间 一直跟随到像雨最后 非将军李广 李灵的爷爷 祖先是秦朝大将李信 李广最出名的就是剑法超牛 曾经夜里打猎 误把石头当成老虎 一剑射过去 竟然把箭头射进石头里 这得多大进 可惜李广一生没有得到封猴 他的小儿子李敢帝一站回来 就封了一个关内猴 逢唐一老 李广南封 到最后还是自尽的 爱 悲哀的老头 或去病 欺骇战神 标题大将军 大司马 十八岁出征 匈奴的温神 风狼吁吁 将匈奴赶出河西走廊 一生战功赫赫 达到军人的最高荣耀 可惜天度英才 二十三岁的霍去病死了 霍去病擅长闪电战 长途崩席战 大一回大川插作战 东汉名将 福波将军马元 三国名将马超的祖先 他是老当一正的典型 马格果师的创始人 虽然一生驰骋沙场 最后却是被马武等人陷害 韩渊死在战场 最后被陈渊得雪 与他同时戴齐名的就是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这二十八个人中 有的是以军事指挥才能综合评估的 马元的个人武力值他们比不了 至于三国时期 三国绝对是个猛人辈出的时代 但是都被吕布的光环所遮盖 值得一提的是 赵云有两个师兄 一个是北地湘王张秀 一个是张润 五胡十六国时期 绝对的乱世 司马家族绝对千古罪人 五胡乱华一直持续了一百三十五年 当年胡人入侵中原 把汉嫁女子当作粮食来吃 取名叫做两脚羊 汉族面临面肿的危险 这时候 一位英雄出现了 五道天王冉米 他颁布了杀狐令 令部下见到胡人就杀 拯救了汉族 但遭到鲜卑胡人的恼怒 最后被鲜卑慕容俊申请 斩首 斩敏的死权是因为他的坐骑猪龙马不争气 斩敏本以为已经冲出重围 没想到猪龙马一头栽倒死了 斩敏被活捉 被其落雕都督胡绿光 被其最后的长城 十七岁上战场 曾经飞剑射下大雕 被称为落雕都督 在河北州战争中 战功赫赫 功成夺债所向披靡 但是战场上的英雄敌不过小人的暗算 最后被木提婆和阻定陷害 被刘桃之暗算 最后没还手束手就擒 被高伟被公贤勒死 十年五十八岁 后来北州五帝灭掉北齐 在北齐皇宫里说 如果胡绿光在 我是不可能来到这里的 和胡绿光齐宁的还有一位战神 南陵王高长公 同样被高伟自毁长城堵死 南朝流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 大气晚成的代表 是一位草根天子 也是历史上的半叶英雄 同样也是历史上武力值最高的皇帝 曾经一个人面对两千个刺客的追杀 最后只剩下几十名刺客时 他的保镖队伍才姗姗来迟 幸亏刘裕武力值高 不然他们收尸都没资格了 刘裕也是历史上最牛的一位屠龙高手 一生杀了四位皇帝 武代第一猛将李存孝 干爹控 杀陀里克用的干儿子 恨天无靶 恨帝无皇的猛男 手中武器很怪异 名字也很怪 叫做碧燕抓 当时候梁第一猛将王燕张 手中一百五十斤的大铁枪横扫千军 人称王铁枪 但遇到李存孝 勉强走了三回合就跑了 王燕张从此以后很害怕碰到李存孝 可惜李存孝数大招风 被干哥哥赐太保李存信陷害 被干爹李克用五马分尸 李存孝死后 王燕张在无故纪 一下午将李克用的三十六元猛将飘了个一干二净 被送开国皇帝 乡孩送太祖赵匡印 历史上武力值最高的皇帝之一 和刘玉其名 赵匡印的典故很多 彭棍法和太祖长拳 至今流传发阳光大 五代时期还有一个高手 南国第一名将林人赵 赵匡印很害怕他 设计让李玉自毁长城堵死了林人赵 结果赵匡印南下 灭了南唐 元朝的高手 别素贼或哀歹 这名字太怪了 换个大家都熟悉的 哲别 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哲别 哲别意思就是神剑手 不过此人真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他是蒙古骑射之王 曾经徒手抓住敌人射出的剑 剑还是只有敢没有剑头的 哲别反手一剑射死敌君主将 竟然射透心窝 张定边 元朝末年第一猛将 当年在鄱阳湖大战中 差点一刀砍死朱元璋 要不是常玉春背后偷袭他 射了张定边一剑的话 朱元璋早就没有然后了 此人出奇的能活 后来隐居 熬死了所有明朝的开国大将 包括朱元璋 张定边 1318年到1417年 活了整整100岁 他比朱元璋大10岁 然而朱元璋在1398年70岁死的时候 80岁的张定边还能身体被爆 吃妈妈香呢 又过了20年 张定边才死 活住才是硬道理 于大游 明朝抗日宁将 那时候的日本鬼子 叫倭寇 他和七纪光齐名 于大游一生最厉害的就是 只身一人前往南少林挑战少林四和赏 大获全胜 这武力值不服不行 明朝的武林高手 还有怕老婆出名的七纪光 刘定 刘大刀 一把大刀120多斤 所向武敌 还有明朝初年的花云等 大刀王武 王正义 1844年到1900年 一把大刀神出鬼没 武力值盖押武林 曾为了好友谭四同劫狱 本已成功 无奈谭四同步走 非要以死明智 王武还多次刺杀清政府官员 无奈个人力量有限 1900年 王武参加义和团 反抗八国联军 却在教堂被八国联军包围 为不连累其他伙伴群众 王武放弃抵抗 被八国联军枪杀 王武头颅被割下挂在教堂 霍仁甲连夜将王武的头摘下安葬 清朝的武林高手很多 霍仁甲 黄西祥 黄飞鸿等 给敌握之后 小文章 晓立 5文章 小文章